小蜘蛛侠荷兰蒂最近有这样一部电影 人类住在遥远的新星球家园 男人没有秘密 女人没有权利 这个星球上的病毒可以让男人的思想外放 你在想什么都会被别人看到 听到 比如你看到一位女性有了想法 结果就会被这位女性知道非常的尴尬 虽然这是一个坏处 但是也有好处 只要控制得当就能把这种思想具象化 形成非常强悍的魔法攻击 那这部电影呢就是混沌漫步 电影的世界设定在一个未来反乌托邦的殖民星球上 要说这时地球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 有钱的登陆飞船在太空遨游 没钱的呢都被送到距离地球 需要上百年航程的新星球开荒 有点脑子的人就把没什么脑子的人呢 送到这里殖民了 结果降落遇到问题飞船 故障全民自由落体 所以那批殖民者呀散落在星球的各地 也就形成了很多独自生活的小部落团体 没有先进的装备 全民靠人力开荒土地来生存 普林蒂斯部落有个村长 因为只有他掌握了控制思想的方法 别人完全不知道他心里的秘密 荷兰蒂斯这个部落的小沙袋 谁看到他都想捏顾一下羞辱一番 牧师在普林蒂斯是个特别的存在 他不传道解惑 整天怒气重重 大老远就能看到浑身被火焰缠绕 非常的暴躁 在这个部落中呢没有女人 根据村长所说 当年他们迫降这里遇到了土著 对就是这玩意儿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丑实的女性 闯进部落把女人全部杀光 这导致荷兰蒂非常痛恨土著啊 见面就打 某天太空一艘巨大的飞船呢突经这里 他们派人到这想要考察一下土著们的生活状态 这个星球呢仿佛要毒 这些人的小飞船也故障开始自由落体了 最后仅有一人幸存 还落到了普林蒂斯部落的范围 一下就被整天遛狗的荷兰蒂给发现了 转身来到部落最繁华的CBD上报村长 可是还没等他说 全民就都知道了这个秘密 村长号召村民追捕太空人 他惦记着呀抓到他 抢飞船离开这颗布毛星球 结果呢 荷兰蒂自出生他就没见过女人呢 抓博士一下被他吸引了 啊这就是女人真好看 我要帮助他 这种想法一有呢就出事了 女人好小不小的呢 还跑进了他们家仓库躲藏 荷兰蒂看他藏在这 这出去忽悠村民 他向东跑了 没在我家仓库 忽悠走了村民呢 这俩就让他赶紧带女孩逃走 去另一个部落 要不然村长肯定没完 等荷兰蒂准备好行囊 村长已经带人来了 一眼就看到荷兰蒂心里的小秘密 要去抓人 结果女人偷了仓库里呀 存放多年的摩托是一跃而出 荷兰蒂也上马大喊 等等我 咱俩一起跑 他爹和叔叔就已经开火和孙长火病了 结果叔叔被一枪打死 他爹也被俘了 至于荷兰蒂和女人 已经在逃跑的路上是越来越远 村民手持武器呀 在小树林里是狂轰乱炸 情急之下 二人没能炫耀累马 来了个自由落体 马毛了是车翻了 脸儿几乎也摔成了大饼干了 开始女人还有戒心 你要干啥 荷兰蒂心里的想法是 我要保护她 就被女人看到呢 也听到了 就这样她知道 我这是一个好孩子 那咱们组队吧 荷兰蒂开始带着她 想要去对部落远之出发 相处之下发现 女人并不受这个星球的病毒影响 他们心里的秘密呢 完全不会被外放 这个就很尴尬了 荷兰蒂不经意间的想法 要逼动人家 经常被人家看到 那你说是不是挺到心的 普林蒂斯这村长啊 是势在必得 逮到她就能通知 太空的飞船降落 抢走飞船 离开这个星球 再也不做穷苦的老百姓 要说荷兰蒂要为人 她比较耿直 因为打少没见过女人 也就没有性别之分 当着人家的面透光光 就下河补鱼了 好在这女人呢 是比较通情达理的 看了一眼之后啊 全堂什么都没看到 在外面经历了几天荒野求生之后 荷兰蒂和女人 就来到了目的地远之部落 到这一看 哎呀竟然有女人 并且女人在这权力还挺高 都坐上村长的位置了 可是村民知道 二人来自普林蒂斯之后 非常的谨慎 甚至有人表现出了敌意 荷兰蒂并不知道为什么呀 当晚就拿出母亲生前的日记 想看看呢 可是不认字 女人拿过去帮她读啊 就发现了一个阴谷 原来当初普林蒂斯呢 也有很多的女人 可是村长讨厌女人 不受病毒影响 能保守秘密的这点 这就给村里的男人洗脑 女人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没有她们 我们才能活得消耗自在 这就导致了全村屠杀女人 然后嫁祸给了当地土著这件事 所有的后代都被蒙在了鼓里 可是周边部落都知道 普林蒂斯没有人性 所以荷兰蒂他们在这 遭到排挤啊 甚至攻击 这儿的村长痛情打理 他们替荷兰蒂就解围了 可是好日子没几天啊 普林蒂斯对村长带人 就冲到了这里 交出女人与荷兰蒂 我们就放过你们 当时有人不愿意冲出来反抗 结局是非常的惨 其他人瞬间投降 放下武器求饶了 这时村长就让荷兰蒂的老父亲 去劝劝孩子吧 交出那个女人 我保证你们父子的安全 可是当爹的怎么能坑孩子呢 所以就利用多年的所学 用思想具象化女人的模样 拖延了时间 这就让荷兰蒂和女人 跑出去很远 本来二人打算 冲向另一个大城市去求生 中途发现以前 降落失败的太空船了 按照女人所了解啊 每艘船都有应急的通讯系统 赶紧去联系 太空母船下来救援吧 可是这玩意儿 年久失修信号线都断了 需要修复 荷兰蒂自告奋勇 爬上去修天线了 修的差不多了 村长人也追到了这里 牧师正在施展他的怒火时 女人就扔出了火材 竟然把他给点着了 荷兰蒂看到老爹 这时被村长伤害啊 也冲过来打算报仇 第一当年是他杀了母亲 第二今天又伤了我爹 第三还追杀我喜欢的女人 虽然荷兰蒂 没有村长控制思想的能力 但是他可以学呀 就在村长不断把思想具权化 蹂躏他时 荷兰蒂也掌握了一些精髓 一下子把全村被杀女性 全都想象出来 村长可是吓坏了 一步步得后退 女人此刻神不道 一棒子轮过去 村长神多闪 就直接躲到了船下 摔成了肉夹膜 天空此时是乌云密布 我居然飞船接到信号赶过来了 昏迷的荷兰蒂就被女人 带上飞船 一夜之后恢复了 他想的第一件事是 我能亲的吗 这次女人没有任何的不满 告诉荷兰蒂 这是我的船 想要和你在这过日子 当然这也是他足足辈辈的意愿 找一颗适合的星球 开始新的生活 如今也算是找到了